高中毕业聚会那晚,我趁着酒进对着喝得烂醉的校花林朝表白了,还偷亲了他,我以为他断片失忆了,阔别一年多后玩酒桌真心话游戏,有人问他初吻什么时候没的,他忧愿地看了我一眼,高中毕业聚会那晚,我人傻了,他什么都知道,高中毕业聚会那晚,我有失去晚了,赶到的时候,正遇到校草在跟林朝告白。 校草捧着花,自信中带着谦卑,林朝,我不是擅长主动的人,但我不想留下遗憾。我喜欢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同学们也开始尖叫起哄,答应他,答应他。校花配校草,天长又地久。我紧绷着一颗心,也违心地跟着喊,答应他,答应他。林朝突然神色暗淡地朝我这边的方向看了一眼,最后他拒绝了校草。 同学们都虚息不已。校草顿了一下,露出一个牵强的笑容,没关系,那就做朋友吧。 随后又云淡风轻地招呼同学们,大家也别大惊小怪的,该吃吃,该喝喝。 刚才失忆的,仿佛不是他。我心里不禁感叹,佩服他的勇气,还有他的洒脱。 我找个角落坐了下来。校草他都看不上,那谁能入他眼啊?边上有同学在小声嘀咕。 是啊,校草那样的,他都看不上,我心里又多了几分自卑。 很快,大家就从这场失败的告白中恢复如常。 很多人开始给林朝敬酒。林朝是神级的学霸,又是校花,一向热度很高。 尤其是保送A大后,更成了大家追捧的对象。 也是众多男生的暗恋对象,包括我。 我躲在角落里,看着闪闪发光的他,抓酒杯的手紧了一下,始终不敢举步向前。 对他的爱慕不敢表明,我闷闷地喝着酒。 没一会,林朝却坐到我边上来。 惊喜和雀跃悄悄爬上我的心头。 他紧闭着双眼鞋靠在沙发上,显得很疲惫。 我心疼地看了他一眼,不敢过多打扰。 林朝自带光芒,一群人也跟着他坐过来。 暗淡的角落里,瞬间热闹了起来。 有人开始注意到我,周牧,你必大吻了吧。 林朝闻声,也转头看过来,似乎也很想知道答案。 对上他的目光,我心跳乱了节拍,还不清楚。 别谦虚了,如果上不去A大,你B大指定跑不了。 那人一脸笃定。 先谢谢你,得出成绩才能确认。 我礼貌地笑笑。 上一夜目录,说完一回头,林朝还在看我, 我强忍着胸腔不规律地激动,不自然地别过脸。 过了一会,他轻笑,考得不好吗?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跟我说话, 回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还在看我。 我愣了一下,然后指了指自己,是在跟我说话吗? 他笑了,这还有其他人吗? 我环顾周围一圈,才发现其他人早就已经凑到桌上玩游戏去了, 角落里就坐着我和他。 我有点尴尬,考得一般吧。 他拧紧了眉,是数学眉考好。 我很惊讶,他居然会注意到我数学不好这件事。 我点点头,嗯。 他好像在思考什么,又问,总分预估能考多少。 我用不太确定的语气,毕大应该能挤得进去吧。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脸上紧绷的表情放松了下来。 嗯,过了一会他又问,暑假有什么安排吗?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今天的话好多,我们平时并没有太多交流, 我一直以为我对于他紧于脸熟的程度。 暂时还不知道,我又笑笑。 嗯,刚才听齐斯说你有事,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灯光洒在他的脸上,他硬着光,勾起一抹浅笑。 看到他嘴角的弧度,我的心随之颤动。 没没有,我是有点是晚到了一点,我紧张到有点磕巴。 说完,两个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又都不太自然地别开眼。 沉默了一会,他开口了。 周末,他话还没说完,班长走过来。 林朝你来,那家伙非要跟我讲,你亲自告诉他,那道题我解的对不对。 班长直接把他拉走,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跟班长去了前面一桌。 我坐在原地整理刚才的一幕,这似乎是我们高中三年来说话说的最多的一次。 还都是他主动,我开始飘起来,他会不会有点喜欢我。 然后摇摇头,瞬间清醒,不禁自嘲,人家就简单地搭讪两句,我自己未免太过自作多情。 齐斯好像喝了不少,摇摇晃晃地过来把我拉到秦南那边。 一整桌就剩他们两人,他跟秦南正在拼酒。 我自觉地加入了他们俩,三人又玩又喝,直到意识开始逐渐模糊。 我妈打来了电话,周围太吵,我摇晃起身,去了隔壁包间接起我妈的电话。 她无非就是叫我少喝酒,早回家。 挂了我妈的电话,我伸了地懒腰。 手却无意间摸到一张人脸上,我吓了一大跳。 借着手机的光,看清了是林潮的那张圣笔天仙的脸。 她闭着眼,长长的睫毛,在暗淡的手机灯光下,打起微微的阴影,白皙的面旁,精致的轮廓,还有那红润的嘴唇,我的心又开始不停地狂跳,看了她好一会。 心越跳越快,我开始胡乱表白。 林潮,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林潮,你做我女朋友吧。 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 既然是女朋友了,我亲一口不过分吧。 于是我朝着她的唇亲了上去,就浅浅一啄。 林潮动了一下,她好像醒了,我吓得立马弹开。 她嘴里说着什么,同时外面响起了警报声,她的话我一句没听清。 我慌忙地跑出去,借了齐斯的嘴,叫秦南把她从隔壁包间扶出来。 大家都乱成了一锅粥。 服务员走过来解释,说有人误按了警报铃,然后一顿道歉和安抚,大家才慢慢恢复情绪。 这么一闹,大家都没了玩下去的兴致,各自回家了。 秦南帮着齐斯把林潮扶上车,我和齐斯也各自回了家。 第二天酒醒后,想起自己酒后的龌龊行为,我懊恼地直捶脑袋。 我打开微信,盯着林潮的聊天框,看了好久,纠结要不要给她道歉。 最后还是决定算了,如果她还有记忆我就去赎罪,如果她忘了,那我就当没发生过。 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清醒的我,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勇气。 我忐忑了一上午,没等来林潮的质问,她大概是断片没记忆了。 我松了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 没一会,表妹就打来了电话。 哥,来某某酒吧,假扮我男友,事成酬劳五百。 我想都没想,成交。 需要穿的裤点,这是另外的价钱。 表妹咬牙切齿,加三百。 速来,收到。 我特意打理了头发,火速前往表妹指定的地址,配合她秀了一波恩爱,虐退了她的追求者。 我拿着八百块钱兴高采烈地回家去,心里惦记着偷亲林潮的事。 我不安地度过了好几天,生怕哪天林潮就找上门来。 但半个月过去了,林潮也没有找过我。 她果然对这是没了记忆,我也不敢贸然地去联系她,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之后的整个暑假,我直接住到了姑姑家里。 一会假扮表妹的男朋友,一会假扮表姐的男朋友,忙得不亦乐乎,外快也赚得盆满钵满。 通知书下来那天,得知我和齐司都烤上了臂大。 我们俩很激动,约出去为着汗死的友谊庆祝一场。 刚到商场,却遇到了秦南。 两人变成了三人,一起去吃了火锅。 秦南比我们俩还兴奋,以后又能跟你们俩瞎混啊。 幸好我遇到你们俩了,庆祝这事,怎么能不叫上我? 她跟我们俩玩得很好,她跟临朝一样是学霸,也是临朝的好闺蜜。 她也考上了A大,跟B大就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也不怪她兴奋,我也很高兴。 对不住了兄弟,差点忘了你。 我嬉皮笑脸地给她道歉。 周木,姐是淑女,谁跟你当兄弟? 她怒怒瞪着我。 明白明白,姐我错了。 我双手抱拳。 齐四看了她一眼,似乎想起什么,哎,对了,你怎么一个人逛啊? 临大学霸呢? 秦南苦笑,她呀,她去A市了。 不是离开学还早吗?那么早就去了。 秦南神秘起来,有件事我就跟你们俩说,你们俩不许到处乱说。 我们俩连连点头,竖起耳朵,准备听八卦。 秦南倾壳一声,临朝失恋了,提前去疗伤。 失恋?她谈恋爱了? 我和齐四一脸惊讶,同时出声。 嗯,那男的把她绿了。 秦南摇摇头,一脸无奈。 我又震撼又惋惜,我爱而不得的人,居然被人肆意摧残,心里有点难受。 唉,果然人生不能太完美。 齐四也叹了一口气,他说喜欢那男生好久了,他挺伤心的。 秦南又说,是我们同学吗? 齐四好奇地问,我又竖起耳朵,我也很好奇。 不清楚,应该不是。 秦南思耸耸肩,难怪拒绝了校草,原来早就心有所属,可惜了,遇人不输。 想起聚会那晚,他突如其来的热情,当时差点会错了意,我心里又是一阵落寞。 三人又喝了点小酒,吃饱喝足才离去。 过了几天,秦南就去乡下老家过暑假了,齐四也出门旅游去了。 我一个人无聊地在这座城市瞎逛。 每天几趟往返自己家,姑姑家,外婆家,家门都快踏破了。 好不容易熬到提前入校军训的时间。 我和秦南还有齐四都拒绝了家长陪送,三个人结伴前往A市。 各自安顿好后,第二天约了一起吃晚饭。 没想到林朝也来了,他轻瘦了不少,看来伤得挺深的。 我冲他礼貌一笑,他冷着一张脸,敷衍地点头。 我心颤了一下,果然失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 不好惹,不好惹。 他好像也没什么胃口,都不怎么吃,也不怎么说话。 整顿饭吃点有点压抑,大家都顾及他的情绪,不敢放开了聊。 空着空着,不知怎么的秦南和齐四又拼起酒来。 喝着喝着,齐四又醉了,大学霸,那男的不知道珍惜你。 有的是人珍惜你,不行哥给你介绍一个,今天我刚认识的那几个哥们可帅了。 对,我们学院也有很多帅哥,明天你过来看看。 秦南也跟着附和,他们俩一言我一语地安慰着林朝,搞得我有一点尴尬。 我不安慰一下,好像也不太合适。 我也只好跟风,如果需要,我可以介绍,我自己。 他突然看向我,冷嘲起来,你介绍。 能靠谱,我……我一脸猛逼,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秦南和齐四也满脸疑惑,他冷笑了一下,然后劝着齐四和秦南,少喝点,别醉了,去祸害人。 我心慌的一批,总感觉他在言语我。 难道他对那碗的事有记忆? 越想越慌,我开始坐立不安,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很煎熬。 谁祸害谁了? 秦南不满地反驳。 林朝没再接话,起身去打电话,顺便又把账截了。 听说他那前男友的事跟喝醉有关,你们俩别多想。 秦南半醉不醉地安慰着我们俩。 原来如此,我松了一口气。 吃完饭,我和齐四先送了他们回去,最后才离开。 离开前,我跟林朝说了谢谢,谢谢他请我们吃晚餐。 他冷着个脸,回了两个不用。 他对我这么冷漠,我之前居然差点误以为他喜欢我,真是可笑。 没几天就开始了严酷的军训,体力一向很好的,我也苦不堪言。 不经晒的其思也黑了一个堵。 秦南也在微信那头,叫苦连天。 三人又约着一起吃饭。 鉴于上次林朝请客,这次我想回请,于是我给他发了微信,但他拒绝了。 心里有点失落,他的不喜欢肉眼可见,校草都排不上,更何况是我。 突然好奇,他喜欢的男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渣的人,还能让他用情如此深? 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没结果的暗恋也该放下了,我在心里劝自己。 我开始躲避林朝,有他在的场合,我尽量不去。 我怕我一见到他,又止不住地心动,这样我只会越陷越深。 后来从秦南的口中得知林朝已经走出来了,忙着参加各种竞赛,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想那些事情。 而我跟他在后面的整个学期都没再见过面。 寒假放假回家,也是我和秦南还有其思结伴而行,林朝没有同行,听秦南说他要往后两天。 过完年,假期还有几天,我闲在家里无聊。 看到茶几上的,传单我眼睛一亮,拍个照,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某某火锅店情侣用餐五折,有人跟可怜的单身狗凑对吗? 才两分钟,评论区就炸了。 其思,就爱贪这些小便宜,跟我吃不打折的不香吗? 秦南,要不咱俩凑凑? 好友一,难得行吗? 好友二,别掉了,这世上没有单身女生了,我都掉罚了。 我,没一会,林朝意外地发来了微信。 林朝,什么时候? 周末。 林朝,不是要吃火锅。 我那颗好不容易冷静了小半年的心,又开始猛烈跳动。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要陪我吃火锅,但还是很期待,不忍拒绝。 周末,你什么时候有空? 林朝,都可以。 我看了眼时间,已经晚上八点三十分了。 周末,那明天下午行吗? 林朝,可以。 我激动地盯着聊天记录傻笑。 他好像也没那么讨厌我,那段时间的冷漠可能是因为他失恋情绪不稳定所致, 我又开始胡乱猜测,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我哼着歌,准备洗漱休息,表妹打来了电话,叫我去赚外快,我有点不情不愿。 他咬牙加价,事成报酬一千,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我又捣吃了一番,火速前往。 轻轻松松赚了一千块钱,想想明天又可以跟女神一起吃饭,我乐开了花,差点笑疯了。 心里暗自感叹,被老天爷遗弃多年,他老人家终于想起我了。 我抱着手机,一觉到天亮,一大早醒来,就开始不停地换衣服,摆弄造型, 然后对着林朝的聊天框,姗姗简简。 思量半天,最后我发去了简单的一句,起床了吗? 然而,很无语,他把我删了,没错,莫名其妙地删了。 我一脑子的问号,可气又可笑。 刚才有多紧张多期待,现在就有多失望,多愤怒。 脑干稍爆,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玩我。 想到最后,突然有点心虚,难道他记起了之前被我偷亲的事了,再报复我? 熬了几天,终于熬到开学,我鼓起勇气跑到隔壁A大, 托秦男把林朝给我叫出来。 被人这样耍着玩,就算是我暗恋的人,我也咽不下这口气。 如果真是因为我偷亲他,他故意报复我,那我认了,这确实是我的错,也算是让我死明白了。 以后也省得提心吊胆。 秦男喘着粗气,跑到A大门口,不是,周牧,你这么急着,找林朝什么事啊,只要姐能办的,姐帮你。 这是你帮不了,我得当面跟林朝说。 我压着怒气,那你晚来一步了,他昨天出国了,去某藤校当交换生,言学一年。 我呆愣住了,过了好一会缓过来,气也消了不少。 心里莫名地不舍,我丢了魂似的,往回走。 秦男一路絮絮叨叨跟在我身后。 你这丢魂的样子,跟林朝前几天一模一样,你们俩乱吃蘑菇了。 我没理他,心里烦得很。 你说话呀,到底啥是非的林朝才能办,我帮不了。 没什么事,你刚才说他丢魂。 我突然好奇。 嗯,据说打算找前男友复合,结果前男友又早一步跟他前女友复合了。 我吵,我更气了,我又成了他失恋的出气筒。 一次就算了,次次这么欺负我。 越想越气,我怒气冲冲地朝路边的马路牙子踢去一脚。 秦男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嘲笑,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林朝谈恋爱吵架了呢。 我瞬间就来气了,吼了一句,跟狗都不跟他谈。 什么女神,滚,再也不爱了。 哎,林朝你别挂呀。 秦男拿着被挂断的手机,一脸无奈。 所以,刚才他是在给林朝打电话。 我傻住了。 他敲了一下我的头,你不是要找他吗? 你火气这么大,我想着你可能真有什么急事,我就打给他了。 结果他才接起电话,又被你吼挂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算了,算了。 我也不能追到国外,去找他对质。 我偷亲他,他戏耍我,我们扯平了。 以后离他远点,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秦男一路跟着我到校门口。 我朝他挥挥手,你回去吧,我进去了。 真没事吧? 他好像还有点不放心。 没事,走吧。 我郁闷了好几天,心情才逐渐恢复。 报名参加了英语竞赛,我开始忙了起来。 每天背单词,练口语,吃饭都在随便应付。 某一天,起司突然剪掉那头跟鸡窝一样的卷发, 一脸别扭跑到我跟前。 钟木,这样还像女孩吗? 我和尚手中的书,一脸诧异。 他以前都是胃裤T恤和一头卷发, 长得奶白奶白的,确实有点像女生。 最近我太忙,没怎么关注他。 这小子剪了卷发,穿起西裤衬衫,还真挺绅士。 这状况明显是要开春了。 挺帅的,真的,不过你怎么突然改变风格了? 谁有这么大的魅力,如实招来。 我双手还胸,笑得邪恶。 他吞吞吐吐,舅舅秦南老广我叫姐妹,挺烦的。 他的心思我瞬间就猜到十有八九,喜欢秦南吧。 他眼神闪躲,你先别告诉他。 你还害羞了,哈哈,别笑我, 不过钟木你跟我说实话,暗恋过别人吗? 分享一下你的暗恋心得。 我呛了一口水,瞬间耿住。 我可不敢说我暗恋林朝, 我怕他们嘲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看你这表情是有过了? 他接着问,我点点头。 那你告白了没? 我摇摇头,我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敢。 什么自知之明? 我就搞不懂你了,你颜值高,家事好,学习也好, 为什么总是那么自卑? 他一脸不解。 可能是跟童年的那段经历有关吧。 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 我的父母都调到了离家比较远的基层去工作。 外婆一家那时还没回国, 姑姑忙着生意, 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没人照顾。 无奈爸妈把我寄养到爷爷奶奶家。 奶奶是后奶奶, 叔叔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们有了堂弟这个亲孙子, 所以并不待见我。 接纳我是因为我爸妈每月支付高额的伙食费。 在他们家的半年多里, 被各种嘲笑、辱骂、否认。 堂弟甚至还拉拢其他亲戚的小孩一起欺负我, 孤立我, 我经常一个人被他们一群人猛揍。 家里的大人没有制止, 爷爷还理直气壮地说, 小孩打闹正常, 挨几下,打又不会少块肉。 在他们的那个家, 天天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我变得不爱说话, 为什么不告诉我爸妈? 因为后奶奶恐吓我。 她说如果妈妈不放心, 我住在她家, 肯定会辞掉工作, 自己带我。 只有我爸一个人工作养不活一家人, 到时候我就会没饭吃, 没房子住, 没疏毒, 一家人变成乞丐。 那时我还小, 被她吓到了, 害怕流落街头, 所以一直不敢跟爸妈抱怨半句委屈。 后来还是我妈妈发现了我的异常, 引导我说出真相。 那天我爸发了很大的脾气, 跟我爷爷彻底决裂了, 哭哭也气得直接上门, 把他们家乱砸一通。 后来我妈辞掉铁饭碗的工作, 专职在家带着我。 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 我心里的创伤才慢慢平复, 但还是难免缺乏自信。 其次听完, 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以示安慰。 然后她又一脸好奇, 所以你暗恋的是谁? 我又被她噎住了。 我顿了一下, 把她糊弄过去, 以后告诉你。 她似信非信的嗷一声, 没再提起。 某个周末, 我收到一个匿名包裹, 里面很多不同类型的英语书籍, 还有历届英语竞赛真题和参考资料。 资料封面的一张, A4纸上有段留言。 对方叫我加她探微信, 她在台上说自己英语专八, 可以免费给我陪练口语。 我毫不犹豫地加了。 一是想知道对方是谁, 二是, 我确实需要一个辅导老师, 免费的不要白不要。 但奈何我怎么问对方, 都不说自己是谁, 叫我只管学习。 被拒绝的次数多了, 我也麻木了, 习惯了之后, 也懒得再纠结。 我们每天晚上八点, 准时连接音频开课, 当然对方是关卖的, 先是练半个小时的口语, 我读对方听, 练完口语就开始写作, 我写她,她月。 她,她是个很认真的人, 我的一点点错误她, 她都能精准地揪出来。 口语不对的地方, 她,她会细心地帮我剪。 口语不对的地方, 她,她会细心地帮我剪一段小视频, 让我反复练习, 然后又贴心地给我拟出 更简易的学习方案。 不枉费她, 她这耐心辅导, 也不枉费我的勤学苦练。 最终, 我拿了C类一等奖, 为了表示真诚, 我想约她, 她出来当面道谢, 被拒绝了。 对方说, 这个微信是小号, 很少登录,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给她留言。 虽然遗憾没能见上恩人一面, 但别人说了不方便, 我也不好过分打扰, 只好尊重。 秦南和奇思, 嚷着叫我请客, 我心情备好, 带着他们俩去吃了火锅。 得知, 我有免费的好老师, 默默辅导才能获奖, 他们俩一脸羡慕, 又一脸疑惑。 奇思拖着塞身撕了一会, 开口道, 会不会是临朝? 他妈妈以前在英国留学, 他跟着他妈妈学, 我听他说过英语, 一口纯正的英枪。 我愣了一下, 在脑海里寻找一点。 怎么可能, 他们俩不知道结了什么仇, 恨不能掐死对方。 秦南那一番话, 把我拉回现实。 秦南说得没错, 怎么会是临朝? 而且如果收到的是同城快递, 他人在国外。 稍爆脑干, 也想不出是谁, 对方也不希望我打扰, 我索性不再去管了。 奇思和秦南也没有什么进展, 还是当兄弟处着。 我有几个追求者, 人各方面都还挺不错, 但我没有心动的感觉, 都拒绝了。 又到一年寒假, 高中班长组织了同学聚会, 我和奇思闲来无事也去参加了。 大家都变了很多, 退去稚嫩成熟了不少。 酒量也涨了不少, 能喝的同学在相互拼酒, 诉说着各自大学后的去世。 奇怪的是, 奇思居然没来, 秦南昨天不是说要参加吗? 我问奇思, 来呀, 他等林朝。 我心猛颤了一下, 心里莫名地多了一份期待。 诺, 不是来了吗? 奇思仰起下巴, 指向大门口, 随后大声呼叫, 林朝和秦南来了。 大家都站了起来, 热烈迎接。 隔着人群, 我跟林朝对视了一眼。 他变得更漂亮了, 多了几分沉稳的气息。 我的心跳似停了一拍, 然后如肋骨般快速震动。 虽然想否认, 但还是不得不承认 对他的心动只增不减。 大家相互寒暄了几句, 拉着林朝和秦南坐了下来。 一群人又开始敬酒, 喝了几圈后, 就开始玩无聊的 不能再无聊的酒桌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我很倒霉, 第一轮就转到了我。 谈过几次恋爱? 转平的一脸坏笑, 一次没谈。 我坦白相告, 没等众人反应。 林朝吃笑一声。 大家疑惑地看向他, 我也一脸猛逼。 想起一个冷笑话, 没忍住, 你们继续。 他说完, 对着我一抹冷嘲的笑。 我有点莫名其妙, 转了一大圈, 终于有个男同学, 转到了林朝。 男同学笑得诡异, 大学霸, 我可以问三个问题吗? 众人也跟着起哄, 破个例。 他挂着浅笑, 行。 男同学搓搓手, 笑得更坏了, 那我不客气了哈。 第一个问题, 初恋是什么时候? 我下意识地向他看去, 又对上他看过来的目光。 他看了我一会, 然后开口, 高中, 大家脸上都充满了不可思议。 跟谁啊? 知道很多人追你, 没想到你还谈了。 他一定很优秀吧, 能让你舍身早恋。 不, 是个渣男, 谈了不到24小时, 就把我绿了。 林朝意外地回答了, 说完又忧愿地看我一眼。 我妈了, 总感觉他在针对我。 但绝不可能是我呀。 我恋爱都没谈过, 更谈不上绿他了。 不过, 我佩服那个24小时 就绿了他的男生, 他踩在很多男生的心肩上。 同学们都张大了嘴巴, 开始为他打抱不平, 那是那男的有眼无珠, 你值得更好的。 他笑了一下, 没接话。 第二个问题, 现在是单身吗? 是。 桌上男同学的眼神 瞬间就亮了, 各个嘴巴都快裂到二后跟。 最后一个问题, 初吻是什么时候? 高中。 我松了一口气, 高中毕业聚会那晚, 他咬着字不紧不慢地补充道, 我拿杯子的手抖了一下, 我惊愕地向他看去, 他似笑非笑, 一脸玩味地迎接着我的目光。 我彻底呆住了, 他什么都记得。 想起我那些不礼貌的举动和骚包情话, 我恨不得把自己埋到桌底。 这么一来, 他之前对我的种种怨气也就有了答案。 他那段时间被我偷亲, 又被前男友狠心抛弃, 他该多郁闷啊。 突然有点可怜他, 心里多了份自责。 同学们也开始努力地回忆那晚的场面, 貌似大家都喝多了, 都毫无记忆。 接下来就是临潮转瓶子, 他像是故意的。 他手轻轻一动, 瓶子就对准了我, 我还没从射死和自责中缓回。 他悠悠开口, 问题如上, 初吻是什么时候? 我瞬间折舌, 他显然就是故意的, 我前面才说了, 自己没谈过恋爱, 这回他就来问我初吻是什么时候。 我沉默了一下, 最终选择了喝酒。 临潮的脸色明显地黑了。 连喝三杯后, 我顶不住了, 跑去了洗手间。 我洗了把脸走出来, 看到临潮站在走廊的墙边。 他应该是有些醉了, 脸上泛起淡淡的红韵, 如同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 惹人垂怜。 即使此刻因为偷亲他的是被发现, 紧张地要命, 都不影响我沉迷于他的颜值。 我鼓起勇气, 打算跟他道歉。 然而过于紧张, 搅拌到了台阶险西摔倒, 顺手就抓住了他的手。 他笑了一下, 然后扶住我。 又要干嘛? 他也不生气, 依然笑着。 那个, 我被绊倒了, 我紧张地直磕巴。 这次没罪吧? 他还是笑。 我心里不停打仗。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临潮。 之前的事,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他看了我一会, 突然严肃。 哪件事? 偷亲你是我不对, 我道歉。 我艰难地开口, 毕竟真的是我做得不光明。 他看了我一会, 苦笑一下, 都过去了。 他好像很失落, 怅然离去。 我愣了好久, 他明明是原谅我了, 心里却莫名地难受。 快过年的前几天, 其思打算跟秦楠告白, 他叫我把秦楠约出来。 为了衬托氛围, 我叫秦楠打扮漂亮些。 跟其思简单地装扮好包间后, 我正打算要走。 秦楠捧着花就走过来了, 他满脸通红, 一脸害羞。 我跟其思对视了一眼, 笑了, 正要感叹他们心有灵犀。 然而, 秦楠却捧着花走到我跟前, 钟木, 我喜欢你, 告白这种事应该由你们男生来做, 但我也想赶一次, 做我男朋友吧。 我和其思都懵了。 其思满脸通红, 又悔又恼。 他扯掉不知好的现场, 落荒而逃。 秦楠才反应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 他愣了一会, 又看向我, 像在等待一个答案。 我拒绝了秦楠, 跟他表明我已经心有所属, 又跟他重复了一遍秦楠对他的心意。 我来不及等他反应, 追着其思出去了。 追上其思, 他苦笑了一下, 丢脸丢到家了, 哥们我真不知道他喜欢你, 知道的话, 对不起啊。 怪我不死心, 非要来这么一出。 我也很尴尬, 又愧疚, 你道什么歉? 我又不喜欢他, 而且我也很抱歉,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其实,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也没什么, 不用顾及我, 真的, 哥们我没那么小心眼, 咱们以后该怎么处, 还怎么处。 他摸了把下巴, 又恢复了往日那大汉的模样。 我被他无语住了, 我真只把秦楠当兄弟。 他根本不信, 真不用顾及我, 真的。 之前你说有暗恋的那个人, 是不是就是秦楠? 我叹了一口气, 很坚定地说, 我真不喜欢秦楠, 我喜欢的是林朝。 他突然哈哈大笑, 以前一中十个, 有八个喜欢林朝, 你换个人当借口。 看他又言不尽, 我气疯了, 直接开吼, 我是认真的, 我真的喜欢他, 从高中开始, 就是因为是他, 所以不敢告白。 他被我吼住, 愣了一下, 然后看向我身后, 开始傻笑。 我感觉莫名其妙, 顺着他的眼神回头。 呼, 林朝站在我身后三米远的地方, 我惊讶在原地, 一时不知所措。 林朝缓缓走到我身前, 仰头盯着我。 我嘴角抽抽, 脑子还没组织好措辞。 我看了一眼奇思, 向他求救。 他摇摇头跑了, 林朝一直盯着我看, 见我没有开口的意思。 他叹了一口气, 我认了中目, 不管你是酒后拿我寻开心, 还是拿我当挡箭牌, 我都认了。 我躲了那么久, 一见到你又破坊了, 我觉得自己很没出息, 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一脸都无奈, 我又惊又喜, 想再确认一遍, 你说的什么意思? 他认真起来, 我喜欢你, 周末。 这一刻在梦里浮现很多遍, 每次梦到林朝对我告白, 我都笑醒。 我一直以为, 喜欢他是我一个人的事, 没想到这份爱能得到回应, 我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 甚至有点不敢相信。 你跟你前任都分分合合两三次了, 也耍我很多次了, 该给我一次机会了周末。 他的话把我飘走得思绪拉回, 我听不懂, 什么? 他瞟了我一眼, 又叹了一口气, 然后苦笑。 两年前说要做我男朋友, 我答应了, 结果第二天就在酒吧把我绿了。 酒吧后, 不到十天, 又跟另一个谈了起来。 去年你明明说自己单身, 我想趁着跟你吃火锅的机会, 跟你再告白一次, 结果没等到第二天, 你又跟你前女友复合了。 别人都好几次机会了, 你不能这么不公平, 这次该给我一次机会了。 周末, 好好看看我, 做我男朋友吧。 他一脸委屈地说了一大堆, 我陷入了震惊, 所以他谈过一个24小时不到, 就把他绿了的渣男是我, 那个害得他茶饭不思的渣男是我, 初恋是我。 所以那晚我的告白他答应了, 我呆愣地看着他, 久久说不出话, 他脸色黑了, 不同意, 我还在震惊中, 一时没反应。 然后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表情犹如吃屎, 似乎在艰难地做决定。 他轻轻嗓子, 然后汪汪地叫了两声, 我懵了, 这是什么操作? 他有点扭捏, 一脸地委屈, 你不是说跟狗谈都不跟我? 我想起秦男给他打电话那次, 没想到他记住还照做了, 我忍不住笑了, 他急了, 还不同意? 我直接捧着他的脑袋, 朝他的唇吻去, 他僵了一下, 很快就热烈地回应我, 吻了好一会, 我松开他, 我嘴角挂起地笑, 怎么都说不回去。 他搂着我, 盯着我一会, 又亲了过来, 大道又温柔, 我整个人像在做梦, 我们牵着手压着马路, 相互说着这两年对对方暗恋的煎熬, 最后聊到辅导我英语的那个神秘老师, 他好像一点都不好奇, 都懒得打听, 我想到什么, 然后试探, 不会是你吧, 他微微一笑, 窝进我怀里, 嗯, 我再次惊掉了下巴, 一股酸色从心底蔓延到眼眶, 我记得有好多次, 我都不在固定的时间内找他问问题, 而他都是秒回, 现在对比时间, 他那边可能是半夜一两点, 你那段时间很累吧, 我有点自责, 比对你爱而不得的煎熬好多了, 起码能看到你的消息, 他把坏在我腰身的双手紧了紧, 没一会就走到了我家楼下, 没想到遇到了表妹, 她已在车门上, 林朝也看到了他, 脸色瞬间又黑了, 周末, 这次才两个小时不到, 你敢再捋我一次试试看, 他语气充满警告, 我被他逗笑了, 我故意不理他, 直接冲着表妹喊, 大麻呢? 表妹看到我, 走过来, 接我妈, 然后表妹注意到林朝, 一脸好奇, 你妈在我家? 我问, 啊, 林朝脸更黑了, 我轻轻嗓子, 以后别找我了呀, 那活干不了了, 表妹一脸不可置信, 因为我一向财迷, 为啥? 我指着林朝, 你嫂子不干? 嫂子, 嫂子, 林朝和表妹同时出声, 我笑着点点头, 给她们俩来个相互介绍, 表妹对我竖起大拇指, 笑嘻嘻的叫林朝嫂子, 林朝一脸尴尬地点头答应, 然后她把我拉到一旁, 咬牙切齿, 所以我误把小姑子当情敌, 耽误了我两年, 我忍不住笑了, 嗯, 还有另一个是我表姐, 没办法, 她们给的太多了, 林朝脸更黑了, 行啊周末, 你早晚为这是付出代价, 我只能呵呵笑, 睡前其思打来了电话, 亲了吗? 早在两年前就亲了, 我笑得爽朗, 傻, 我跟她坦白了所有, 她听后先是尖叫, 随后又鬼哭狼嚎, 杀狗了, 你们俩不能憋着点吗? 非要在我失恋这天好上, 我很无辜, 怪我, 她叹了口气, 怪我, 你们俩得请我吃大餐, 没我助攻, 你们俩指不定能熬到老, 都不长嘴, 行, 必须请, 你可是我们的大媒人, 等会我就跟林朝说, 滚, 不吃了, 你们俩自己所死, 她没好气地嘶吼, 你还好吧? 我有点担忧地问, 好的不得了, 哥享受自由, 醒了哥要睡了拜, 她挂了电话, 她平时大喇喇地惯了, 看不出是否难过, 我猜想应该会吧, 毕竟她真的喜欢了秦南很多年, 年后回了学校, 我和林朝请秦南和秦司吃饭, 饭桌上我不经意看了秦南一眼, 她摆我一眼, 美好气道, 后悔可晚了呀, 姐不走回头路, 哼, 她的洒脱把我逗笑了, 林朝美好气地对她, 你想得美, 秦南哼了一声别过头, 就注意到了秦司, 她今天特意捣吃了一番, 衬衫西裤的干净清爽, 还真挺绅士, 秦司也注意到了秦南的目光, 傲娇得很, 哥也不会走回头路的哈, 误饶, 说完四人哈哈大笑, 大家又恢复了一网打打闹闹的关系, 跟林朝谈恋爱, 风都是甜的, 她对我万般用心, 用秦南的话说, 我变成了巨婴, 她对我的口味了如指掌, 早中晚餐都是她给我安排, 我只要下课, 去学校门口, 牵着她的手就行了, 吃什么, 她来定, 她会细心地营养搭配, 跟我之前吃的垃圾食品是两个极端, 秦司看着她给我挑鱼刺, 一脸无语, TMD以前吃泡面都是吃干的, 她什么时候这么精致过, 那是你没照顾好她, 以后有我再也不会了, 林朝不紧不慢地拨弄着鱼, 秦司被哽到直翻白眼, 我在边上哈哈大笑, 秦司气得直咬牙, 明天再跟你们俩吃饭, 我是狗, 后来她真的很少再单独跟我们俩吃饭, 林朝在校外租的公寓, 我周末会去蹭饭吃, 她做饭很好吃, 一般都是我点菜她来做, 她做的油焖大虾, 比我妈妈做的还要好吃, 她耐心地给我包了满满的一盘虾, 我舔着手指, 吃得干干净净, 逗得她开心不已, 饭后我抢着洗碗, 她不让, 我来洗吧, 我吃了那么多得活动一下, 我把她抱到一边, 她懒得在反抗, 好笑地看着我, 想活动, 要不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我刷着碗, 朝她看去一眼, 从她的那抹坏笑中, 我瞬间读懂奇异, 被她撩红了脸, 我刷碗的时候也有点抖, 她轻笑一声, 我来洗吧, 然后从我身后伸出一双手, 她滚烫的身体贴在我背上, 一双手隔着衣服, 在我腹部来回摸索, 这碗是洗不下去了, 我转过身, 直接吻向她的唇, 两个人从厨房吻到卧室, 两团燃烧的烈火被吞噬在夜色, 临朝大三就本校保研了, 我在临朝的辅导下, 也考上他们A大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 我们都去了自己喜欢的对口专业, 工作一年后, 我们结婚了, 办正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惊喜, 临朝, 周末, 朝朝暮暮, 偏选的缘分, 我们对视一笑, 眼里全是对方, 虽然因为误会, 错过了两年, 朝朝暮暮, 最后是你, 最后, 劝大家记得长嘴, 临朝番外, 我暗恋忠目这件事, 我很早就发现了, 直到高三我才敢确认, 我一直观察着他, 打算发现, 有点喜欢我的迹象, 我就告白, 然而全是失望, 他好像都没有注意过我这个人, 更别谈喜欢我了, 高中毕业机会那晚, 我想着要不要告白, 就算他不接受, 也没关系, 然而却听齐斯说他今晚不来, 我心里失落, 喝了好多酒, 校草告白的时候, 周末来了, 我的失望也跟着来了, 因为他也跟着撮合我和校草, 我不死心, 坐到他身边套近乎, 觉察到了他的局促, 感觉他好像有点喜欢我, 打算告白, 被班长打乱了, 后来我又被灌了很多酒, 四肢发麻, 我躲到隔壁包间, 没一会, 周末进来了, 他跟我告白, 还亲了我, 我答应了他的告白, 想使出浑身力气去抱他, 他跑了, 最后我实在太累了, 昏睡过去, 我这个人喝酒身醉心不醉, 我只是没了体力, 脑子清醒得很, 第二天被电话吵醒, 闺蜜叫我去酒吧捞他, 到了酒吧, 却看到周末挽着别人在隔壁卡座官宣了, 我颓废了好久, 没多久, 更振三观的是来了, 才十几天他就跟上一个分手了, 又官宣了一个, 我彻底失望了, 直接躲到A室, 某天刷朋友圈, 看到周末号称自己单身狗, 我心情莫名地开朗起来, 假借吃火锅的名义, 想靠近他, 那天明明约好了第二天吃火锅, 当晚我跟堂姐去接堂弟的时候, 又意外碰到他和他前前女友复合了, 我心灰意冷, 直接删掉他的微信, 同意老师出国的安排, 出国了也不消停, 秦南的一个电话, 让我知道周末有多讨厌我, 还说跟狗都不跟我谈, 我又难过了好久, 决定不再理他, 不久, 得知他要参加英语竞赛, 心又软了, 委托堂姐给我整理资料寄给他, 那段时间很累, 每天睡不够四个小时, 就怕他突然需要我, 我是舔狗, 恋爱恼我认了, 奇思跟秦南告白那天, 我知道秦南要跟周末告白, 心里不安, 我跟着去了, 却意外得知周末喜欢我, 还从高中就开始了, 这一次不管真假, 我只想抓住机会, 最后得知前女友和前前女友, 都是给他表姐和表妹当演员, 我恨得牙痒痒, 心疼我们那丢了魂的两年, 幸好最后抓住了对方, 现在我是她老婆了, 我们俄室改变了人们的关系时间, 俄室改变成了转集中,